卫福部17号公布了民国112年国人十大死因排名 癌症人排名第一 自民国71年以来连续42年高居十大死因之首 而新冠疫情趋缓已经从第三降至第六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数据 去年国人十大死因依序是 恶性肿瘤、心脏病、肺炎、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 COVID-19、高血压性疾病、事故伤害、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肾炎、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 去年台湾死亡人数总计20万5575人 比前一年减少2863人 不过十大死因人数合计15万4181人 占总死亡人数75% 与前一年相比 因十大死亡原因过世的人数上升 其中肺炎增加16.6% 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8962人 比民国111年减少5705人 降幅38.9% 卫福部总结这份报告 提出了十大死因趋势 一、民国112年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减少 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减少 二、癌症、心脏疾病继续产连 十大死因前两位 肺炎、脑习惯疾病与糖尿病 恢复至疫情前的排名 三、癌症自民国71年起 连续42年居十大死因首位 四、45到64岁 与65岁以上事故伤亡者原因 跌倒都是排名第二 因此需要提防高龄长者跌倒风险 最后65岁以上 自杀死亡率较民国111年下降 不过其他年龄层都回升到疫情前水平 需要特别关注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